喂大家 因為之前在社會上PO一篇文是在講 有一個 那時候做的一個新的N班專案叫做 防君子不防小人 那這個專案主要就是用來爬台灣的各大房屋網站 那取得一些房源資訊 所以想要用這個機會來聊聊說 這個專案會做 那其實原本那時候demo的版本蠻簡單的 就是抓了其中兩個房屋網站的資訊 它就是會根據你提供的搜尋的網址 然後去做爬蟲 然後把html截取出來之後 把那些物件分別的存到一個google序裡面 那因為這次的分享我們就不想要用 某一個房屋的網站來做 所以我們這次會用一個假的網站 但它的結構會是跟這些網站蠻接近的 就是會有圖片然後VM表裡面會有物件的資訊 比如說名稱跟社區裡面的名稱 然後一些物件的資訊跟價格等等 那這網站之後會提供連結給大家 大家可以直接用這個來做測試跟練習 那我們回到N8N的話 它我們主要會做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會討論說用什麼來爬 因為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N8N的Request Note 但有一些房屋網站是會有所謂的檔爬送資訊的 那時候你可能就會考慮用FinalCore等這些服務去做爬取 那因為這些服務是付費的 所以它的功能跟原理會跟你用Request Note做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拿到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去拆解裡面的HTML 然後把這些物件的資料取出來 最後一樣存到Google序裡面 開始的話一樣很簡單 我們去一個就先用Manual 就是之後可以改成用Chrome 所以這部分就是看你後面想要用每天或是每週去爬 那到這邊呢 我們第一個開始就是做Request Note 那這邊就要輸入網址 那網址的話就會從連結列這邊複製進來 然後去輸入 按一下測試之後呢 你可能就會看到說這邊的資訊對不對 通常你可能很難判斷出來 不過我覺得沒關係 只要看出來沒有錯誤 那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也示範一個錯誤的版本好 就是譬如說這是一樣的網址 可是這個網址呢 我把它拿來用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它就是直接保存 他說forbidden blah blah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呢 當我用這個網址的時候 它會經過Cloudflare 那它就會有一個簡單的打爬充的機制 所以在Request Note只要遇到這個問題 就代表說對方的網站有打爬充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時候你可能就不能用Request Note 你可能要去FileCrop 這一次我們就不會先討論到這一塊 所以我們會先用可以用的網址 那在這次經驗中其實幾大房屋網站都沒有擋這件事情 那可能一兩個比較有名或是大家自己想到的會有擋 那的確那就比較麻煩 不過我可以說至少可以的 比如說像是信義、永慶、熱物網 這些網站就是沒有套用Cloudflare這個擋爬充機制 所以你是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去做的 那這個方式呢 你現在拿到HTML 我們就會當作等於是你拿到了HTML 其實基本上就是它的HTML長這樣 但你在網站上看到的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好看的版本 跟一個比較不好看的版本 那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的目的是要取出這些物件資訊 所以呢 在這時我們就會先取第一個HTML 那 案發有一個節點叫做 Walk with HTML 那它可以從裡面extra東西出來 那它的 要填入的東西大概是這樣 你要取出來的這個key叫什麼 比如說你要取物件 那我要找哪些物件資訊呢 我要拿的是這一格一格的物件資料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大格的網頁 但裡面包含了很多一小格一小格的物件資訊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是直接打開這個 流氧器的右鍵按檢查 檢查這邊呢 就會彈出一個視窗裡的可能在下面或是在哪裡 都有可能 那我習慣是一個獨立的 那取得這個視窗之後點到element 它就會展示一個網頁的結構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說你要怎麼來看這個東西 比如說是這樣 這邊打開它會有一個container跟一個house list 那裡面就包含了下面的各個物件資訊 那你要的呢 這就是在house list裡面的下面的這個物件資訊 這邊會比較難一點 不過就是會看你當下的需求來做決定 或是你可以把這一段就是丟給trachivity 請它幫你說我要這個物件的話 它該給它個所謂的cs selector 蓋上什麼樣子 那我這邊其實可以平行看到說 我這一個a就代表了這一個物件的第一個物件 第二個就是第二個物件 所以我要先取得這個a就好 那這個a呢就會在一個叫做divid.house list底下的a 所以我的做法 我回到nvr裡面 這邊會填div 然後i 好 a 然後revent the file 會選html 是因為我們要根據裡面的html 再去截取物件的資訊 那讓它試跑一次 這邊可以看到table有東西schema 顯示了一個一個的list 那我應該就可以相信說 這應該就會是這裡面的資訊 所以再從頭來討論一下我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一我們用html打開這個網頁 應該說用request node打開這個網頁 然後我們想要爬這一格一格的資料 所以我們把我們湊了一個csxsletter在這裡 我們去找說這個sletter應該就會是divid.house list 下面的a 那我們把這個sletter會填到nvr的這個csxsletter裡面 然後取個名字 然後跟到回傳怎麼樣的格式 按下啟動之後它就會得到一個每個物件的HTML了 那在這邊呢它會是回傳一個item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不太對 是因為我應該要拿到多個物件資料 那從這個json來看呢 它就是包含了在一個叫做大的item裡面 裡面是一個陣列 裡面包了很多的資訊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解開來 所以都有一個spread節點 spread節點就會從一個大陣列拆成個比資料 所以在這邊只要把item丟進來 這邊看到10個item是對的 是因為我要從裡面一個大的陣列裡面 把這些小的元素拆成死筆資料來做處理 那這死筆資料呢其實也蠻單純的 它就是這裡面的這個小HTML 這個小HTML呢就會代表的是這一個框框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的第二步驟會是我們要從這個框框裡面去拆出物件的資訊 那這邊呢我們一樣就是 我們這邊就會是一個一個HTML 那我們要再用一次HTML的節點去把它取出來 一樣選extra 那這邊我們一樣就是會把item拆進來 它就會是去 撈item裡面的資料 那回到這邊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想要取這個物件的名稱 那一樣我們會用檢查的方式去找說這個物件的名稱 它的cssletter該怎麼下 我這邊會先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要拿這個title 然後它在H3的標籤底下 那它就會是長這樣 我應該會是H3連hosttitle 這個意思就是我要拿H3標籤的hosttitle這個class 那這個key呢我會取名為title 那我要拿裡面的X跟沒有 我們先測試一下 就是title沒有拿到 基本上有 那這就是這十個應該就會代表 這十個 星光花園 蔚藍海岸 blahblah 那下一步呢你可能想說 我難道要一個一個把這些節點 拉出來做判斷嗎 因為有點麻煩 我已經做完其中一筆 一個欄位了 我會把這個node 複製起來 然後打開我們的chgbt 貼上這個節點 這是第一步 然後呢 我會再給它 Html 習慣是可能n8n給我什麼 那我就給它什麼 會比較保險 你先選這一個item 然後按copy selection 它就會把這一個你選的資料 複製起來 然後回到n8n 按貼上 這邊就會就是剛剛的那個html 然後再下 再來就是我們要下promp 我的promp會給它說 請你幫我補完前面的rnode 我想到 好 取得完整的vision 就是 不行 回傳 n8n 那我 jason 就跑 那再來就是 給它表演 我覺得這樣做的好處是 你先給它一個節點 所以n8n chgbt會比較知道說 它該幹嘛 然後它該用什麼節點 是因為 如果你直接跟chgbt 可以許願的話 通常會 它的幻覺的情況 就比較嚴重 那可以看到說 其實蠻快的 它很快就會傳了一個node jason給你 那這時候 高機率可以用 但我不能保證 白分之白 這時候呢 回到n8n 的canva裡面 你按貼上 還好 就是只要能貼上 就代表說這節點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舊的節點 比較相對 是因為 這是我們做的 那我要先測試說 確決不可以給我的這個新節點 能不能用 那在這邊呢 一樣就是 點開來看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能也看不懂 但都沒關係 就是點開來看一下 這些欄位諮詢 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後直接按Execute 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給了對不對 那再來我們要幹嘛呢 就是 我的習慣是會整理這個資料 比如說這邊資料 我可能都要或都不要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做選取 比如說你可能只要 Title Community Ajs blah blah 這邊你可以去選 那我的做法是 我可能會想要知道說 這個來源是什麼 是因為我之後可能會做多個來源 那這個來源的網站名稱 加進來之後 你這邊可以再選 include other input field 他就會把這些節點都 加進來 看一次 你可以看到說他把 原本的欄位 然後再加上一個source 那這邊還有你就是一樣 可以選擇 全部都要 或是你其實不想要這個 比如說press note 或是features 如果這兩個不要 你再按一次 就會看到那兩個的欄位 就不見了 所以這邊你就是可以去思考說 哪些欄位是你要的 哪些欄位是你不要的 這邊欄位確定之後呢 那基本上我們就要進到 Google sheet裡面去做儲存了 那這邊可以選 append or update 然後我們會把文件先選起來 到時候你們可以 所以我們應該會拿到這個demo sheet的資料 所以就不用再自己建議了 那我的習慣會選 automatically讓他直接更新進來 然後按一下 excuse excuse之後 他應該就會把資料都存進來了 沒錯 那這個簡單的demo其實就這樣 回到Canva我們來看一次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去一個我們可以設好 這之後就可以改成你每天可以p一次 然後發動了一個htt request 去拿到整個網站的httml回來 然後我們把每個物件的列表 的清單先解決出來 然後再把它拆開來 那因為有10筆 所以我們拿到了10筆資料 然後再拆一次 那這一次我們拆的地方 就是把每個物件的欄位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最後整理一次資料 整理完之後就把它存到google sheet裡面 那基本上就結束了 那我這邊就是不會用 正式台灣的那幾個 綁護資料 但其實流程是一樣的 你們可以做完這次練習之後 開始去嘗試說 那些正式的網站 綁護網站它取出來的結果 會長什麼樣子 那你要去 你要調整的地方一定就是 這個網址不一樣 跟這邊的 這兩個httml 應該就會去改這些的 所謂的CS列 就是每個網站都不同 那每個網站就是要重塑一次 然後整理資料 最後存進去 那存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每一個來源 都會多開個google sheet 或是你想要存在同一個google sheet裡面 都行 今天分享應該就到這邊 有問題的話就是可以再聯絡 有問題的話就是可以再聯絡